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記者名字請 討論國民室 還要搞定嗎?熱烈工人還不來回家嗎? 我們要圍在這裡 不是野工人 我們要的 你看 我們要講因為呢 客戶在這裡 整個招呼有個名概是什麼呀? 這次董民主中環呢 神經病 記開見了叫老婆 我先說吧 好 你們這麼喜歡用武插機嗎? 你們常說 你們常說要用武插機 我給你用武插機先 試一插機 我們任你插 但是我們在旁邊招呼 你們家主 那麼 你們這個契哥 的違反 一時平反陸上 一時不用 好嗎? 喂 如果人們沒有用的話 那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現在我們給你插機 你插不插 你們一邊在這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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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課金 沒有捐錢 你們一邊現在在這裡抽水 你們居心何在 都不用怕了 現在聽一下你契哥怎麼說 一時為平靜 好了 剛剛就是這個 蘇吉的片 我稍後就會問姜哥 交代一下 發生什麼事 因為事緣 有熱血退公民 甚至是圍攻新聞 出新聞先 就是說 圍攻新聞怎麼寫 他們說 今早11點就是7-1 我們來到 軒尼斯 近燈門街的路段 12點去到馬路旁邊 放置直翻 是當日的7-1中午12點 然後1點多的時候 熱血公民忽然在我們五支直翻之間 撒少空間內 揚起直翻 及後更遮蓋 圍攻新聞的直翻 好了 這個就是圍攻新聞的報道 於是他們就說 想問熱血公民做什麼事 就得不到回應 於是他們就拆了熱血那支旗 就引起熱血的人 就走來跟你吵 說你為什麼要拆我這支旗 那熱血新聞的報道就是怎樣 其實那支旗 或者所有熱血公民 當日在7-1 插直翻 都是之前那晚 已經在軒尼斯道放好 通常直翻是怎樣 放好 有時候你還未打開 即是先霸了位置 好了 那支旗就是插了 但未打開 於是後來打開了之後 圍攻新聞就覺得你遮蓋他 就拆了你的直翻 拆了你的直翻 拆了你的直翻 是沒有問過你 或者是沒有得到熱血公民 任何人士手狠的時候 你就私下擅自拆了他的直翻 於是就引起這個爭拗 我自己覺得 因為那些位是公交 就算民陣或政府 編了這個位置 對面擺直翻的位置 是先到先得的 你是不是第一 應該跟別人商量 別人給你 是人情不給你 就是道理 因為是我先霸佔的 我不是全部都拆了 雖然我多 你們圍攻新聞 其實你看看那張圖 是五對一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覺得那支旗 是遮蓋到你們那五支旗 那你就跟別人說 你就是任何時候 就算找不到人 或者別人還沒回應你 你都是不應該這樣私下 你這樣做就聊交喊 因為別人真是早 去給你插旗 別人真是之前那晚 已經是辛辛苦苦去插旗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你明明是後來才到 你還要這樣私下拆旗 原來姜哥當時你在現場 是很巧的 我剛才說了 我在那天早了到 我就一直走 我逐個街站 任何街站都去看看 剛剛去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小規模的喊交 還沒那麼大 當時來講熱血是三個人 三個人就在那裡說 我去圍攻 為什麼你要搞那支旗 我即時就看一看馬路中間 那個欄杆的旗 看到熱血的旗是一支 圍攻有幾支 但是誰插先 誰先霸位 我當然不知道 就好像剛才所說 他們爭執說 你為什麼要動那支旗 但是當時圍攻他們的街站 的確是在他們那幾支旗前面 但是時間 誰先擺先 誰先插先 我們無謂執著 就搞這些事情 當時來講 喊緊的 不是很激烈的時候 就剛剛 因為人力幾個人 我不認識的 只是花生台的事情 我只是認得陶君恒 陶君恒一行幾個人 就拉著大喇叭 在地上 就馬上去參與 幫江維公 不斷狂罵熱血面 那裏 但是熱血 只是三個動機 他們他愛罵到很羞懶one 直 conclusion 可能在旁邊一ose觀察 熱血的人 在街头的人多就会赢,尤其是他们没有喇叭 而社民连的喇叭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完全是弱势的 听一听的时候又骂很多事情,又说你够不够说平反六四 又说你们做小贩,我也不知道 在我当时现场上听,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关于做小贩的事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后来我看到热血很快就去斑马尼 带队的那个是李正熙,高头大马,你知道他也挺勇武的 一来到,很有趣,我是旁观者,我看到陶军行的几个勇猛 十个八个,马上后退了十多二十米 后退了,没有声音的,而李正熙呢? 突然说什么事,很紧张,被人欺负,被人咬之旗 自然的喊得很厉害 但是社民的那班人在旁边就离远大家看第二条片 的确是这样,离开了十多二十米,在那里圈蛙 隔岸观火,火上加油 我看见李正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知道有人 我相信他们的枪头一定会去用陶军行的 只不过他们全部都在多维公那里 我就觉得社民连废土这些,为什麽笑脸苦,一旁笑着 哦,原来你真是统一夜晚之后就发生了 哦,原来人少,你们就欺负 人家一踏马,他们就退去后面 我觉得很好笑,很有趣 当时来说,陶军行那几个人里面 坦白说,我在旁边 当然,如果人家问我,我都算是和理非非的 我都不喜欢这么暴力,动手一脚的 但是如果这样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你试试搞到我吧 当时来说,我觉得如果我是热血的人 我已经捉过手打架了 因为我的热血的人未到的时候 社民连废土那班人真是很欺人大事 当时的言论、动作等等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是我其中在见到的一段 花生台当时摆明摆了街站 是退挑机,不断播放王允达 如果他们觉得维攻的新闻是被人欺负的 到你在维攻的新闻一边 其实无论人多或人少 你都可以理直气壮去帮他们的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当热血的三个人 你就走过去 你整排人来,你就退后了 如果你是理直气壮,你不用退后呢 我就明白为什么陶军行你是需要退退后 你应该帮维攻的新闻 因为比如热血后来人少变人多 而维攻的新闻是人少的 而你们亦都是不满意热血在摆摊档 插这么多旗的时候 你是否应该理直气壮和李正熙斗争 跟你辩论过和他说过呢 就好像你和王俊杰那样在辩论 而不是退后 然后你整班人拿着他的咪在说 别人都不骚你 我才觉得你是否在自弹自唱 只是在自嗨 如果你是要维持正义的 你要走过去 你就是不应该人家来的时候 别人又走就抵押姜葛 或者任何人就看不起你 所以就叫你做废土 为什么呢 应该你要维持你心目中的正义时候 应该你要主持公道的时候 因为你都去了 你就不主持 然后别人多你又走 这些是抵押别人看不起你 虽然你说不是 你退后了十几二十步 你们还有他叫咪 你们叫咪那些的言论或者那些东西 会否拗得人热血 这些就要看你辩论他才知道 就是你说别人搬门 甚至你们有你的道理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对的 你为什么要退后了 是吧 你这样就叫咪那样坏 是吧 就是你有跟他们熟 我都不是很想评论 是吧 没什么兴趣评论 真的 讲一讲 我不是很恨社民连的 是 因为社民连成立那天 之后就有一间叫做Empire Hotel 是 军什么 就是在福林邪对面那间成立的 嗯 那天其实我刚刚走过附近 那我就知道了成立 我也有去他们的那个 叫做酒会 是 我看到 那我就 即是他第一次成立 我已经知道社民连 但是我没什么理他们 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 我叫反感 是 那人力也是一样 人力也一样 人力也一样 像上届的立法会 我都有去帮他们 就是叫做派出传单 是 但是就在近来来说 人力不用说了 像老蕭那样 那我曾经讲过 我有一些东西看不过眼 是 是 我承认大家在网上都知道 我说是旭敏老友记的 我认识在欧文很多年 老蕭我都认识他很久 是 但是你好像 老蕭在节目上 一而再再来三题 欧文说收共产党钱 其实这件事 我不知这件事 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其实我觉得很卑鄙 即包括大九之前 在人社的立法会 宣誓大会 他都说 他没有开明导醒 他就说有人 儿子在大陆坐牢 早了放牢 早了年半放牢 这些人 就百分百收共产党钱 即是你对于这些言论 或者有些人暗示 黄毓民 甚至是明示 说他要收共产党钱 可能有些网民 或者有些Facebook的朋友 知道我曾经出过帖子 写出来 我在这里重复再说一次 整件事就是 黄毓民他当时在社民连 搞这个 好像不是社民连 是人力的时候 是黄毓民的时候 当时他叫人力 搞五区公道 是社民连 是社民连 社民连 就是要招开捐款 是 欧敏开了声 他就拿了五十万给欧敏 当时 黄毓民还要 黄毓民撑起公民党 拿了五十万 他们在游艇会给 欧敏就不能说 说我们有金主不能说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当时来说陶军行在这儿 长毛在这儿 收这二十万的时候 我听了毓敏说 毓敏说黄金拿钱给你 这是现金来的 毓敏还叫陶军行收取钱去 这钱是给硬区公投用 而不是给社民联用 也不是给毓敏自己用 这个大家知道的 老师在节目上不断攻击他的时候 废土竟然曾经说过 是的 我知道我还可以做证人 我觉得这些人说话真的很卑鄙 因为大家不在一起的话 你将这件事歪曲了 变成了收共产党签 不断攻击 又说他的儿子 他儿子当时有几个朋友一起抓 全部都是行政拘留 好像是两个礼拜 他儿子坐了好像三年多 三年多出来的话都说早放了 我觉得难道要别人打靶 你才觉得他不是收共产党签的 当时有几个人只有毓敏自己的儿子 是要坐那么久 坐那么久 其他的是行政拘留 几个年轻人去深圳disco玩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做这些事 当然我自己从来都不会搞这些事 他都已经受了法律制裁了 你还想他怎样呢 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公道 我曾经跟毓敏说过 我差点讲粗口 我说为什么你不爆出来呢 他说我不能说的 当时这件事还没爆的时候 他说因为黄坤我的老友记 我说他出来害了他 还有第二件事就是 我爆出来 将来有些有钱人 还怎样敢捐钱给政党呢 一直这样 直到来讲 为什么我会爆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有一次 老师在他的节目上 去《蕭如游》 就讲到这个题目 因为黄坤去了台湾 我看他都不会 其实我一直都不讲这个政协是谁 但是黄坤都不回来了 其实黄坤不是政协 不过他的公司的副主席 刘梦雄是政协 所以他就跟他一起讲 他说我为了保护朋友 我不开名 不过今天我看情况 黄坤都不能回来香港 所以我开名 说这些说话 为什么人家觉得他这一生都不能回来香港呢 就算真的不能回来香港 你为了保护朋友应不应该说呢 也说出来的话 对整个香港的社运有没有帮助呢 对不对 这些穷的政党来说 他们用谁敢捐钱给他们呢 这个我觉得 我要再来再来强调这件事 对我对于人力那方面 当然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 也认为帮他做街站 就是我跟他割席的原因 有些人有质疑 譬如玉坤那个儿子早放 我上次说过 上面大陆坐监就没有假 但有一件事叫假释 假释通常是适用给一些 譬如境外人士 外国人 甚至一些可能是官的儿子 或者你在里面坐监表现良好的人 他就会提早放你 而这些都是很平常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这里有嫌疑 你就抵护郁敏他做什么 甚至我觉得这些人是怎样不理性 他们是连觉得身边和郁敏有关的人 都一定是收共产党钱的 包括你兰花系 你本民前这些 你本民前 黄台阳梁天琦那些是几惨的 你快必说他们无奈本土派 但是我想说 没有一次他们出来是戴口罩的 你说戴口罩的就是鬼 他没有戴过口罩 没有一次出来 包括在初一 包括在光復元朗 他们不是戴头 他们都戴头先行 甚至当日未扔出 梁天琦就已经被人拉了 黄台阳是新鲜事出 在最前面叫咪 甚至在他前面 事后他们承认有这些事 事后他们愿意去接受政府 就是说要审美 或者有心理准备去坐监 还不是坐几个礼拜 是十年八年的 因为你要知道今次 这些所谓什么暴动罪 之前一开始警察不是这样告你 是想告你非法集结 或者告他退其他罪 是没有暴动罪 是直到梁振英出来一权定音 说这件事连初一是暴动 于是法院就改去告他们暴动 就是参与暴动 煽动暴动 而暴动的罪名大很多 而为何今次他们将这些案件 放到高院 而不仅在地方法院 因为地方法院最多判他坐七年 而高院是可以判他坐十年 即是表示政府是很有心 想这帮人去打压他 用更加重的罪名和刑责 去判这帮人 这样的时候付出了这么多 他们又身先是足 事后包括当天在大埔的事件 我们有蓝花旗的朋友 亦都曾经被抓 他们提供金钱和法律的援助 为什么这帮人还要抹黑他们 人家付出了这么多 是不是单单因为 你觉得他们和王毓民有关 阿威汪和梁天琦 有在王毓民的myradio做节目 你们就要这样做呢 你快必尽说他无赖 我觉得如果说出这些说话 你就会比他更加无赖 而且梁天琦那些 人家是从来都没有攻击过你 你快必尽说王台仰 在年初一之后 就是说是否收了他共产党的钱 之后就说王台仰 会在梁天琦做世大会犯非诚出来 结果都没有出现 你有没有道歉过呢 你有没有为你所谓在列造的事实 或者是乱猜测 乱说话而道歉过 你是没有 你实际上说你公正 但这件事我只是说真的 你是没有做过 而且我见到你Facebook 有个Data 写71 亦都是说关于快必好像阿飞的 这个不知为何 可能我早到 其实我到过 那条街仔是否叫做左字比利街 那条街仔我不是逐个街角看的 我曾经我看到之前在Facebook上订阅 我曾经在Facebook上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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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买一个大眼睛 和皮肤厚厚的女士 她看她是勇敏的 因为她在在勇敏说话 她一直就这样拍的 我在扔她的颗部 在看一看 但她看到 阿飞必完全没有表示 没有什么样子走出去 她在周围看 究竟是什么呢 我便没有很拘留 但是后来在Facebook上视觉 看到一个岑狄 她也说当时很愤怒 看到快必找个东西订 我就把他联想说原来这个是快必订的 我在Facebook上当然也指责快必 接着有个网友邀请过来 原来快必在他那里也认的 他还说他不是偷偷地订 他就是光明正大订的 很坦白说 如果我当时有证据见到 或者当时我就是 因为有法林迪明说 我才把这件事拉在一起来想 如果当时我见到的话 我告诉你我会够胆立即开波动他 即我开波动他 我意思是打他 为什麽呢 不同政见的话 一旦别人派东西你照样收 收完之后当作飞碟 其实他就是在兜头上扔租民 如果我见到 我真的够胆打架 我亦都跟所谓的网民讲一下 因为近来香港的氛围都不同了 就是我们有时街头抗争等等 大家记住去练武 练武是真的有用的 就是对着 譬如如果你说 我刚才说 如果我要动手的话 我想快必一定三爬两步都搞定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不是作大说 我曾经是港澳自由搏击总会主席 我做了十几年 全香港在八九十年代 所有拳皇 见到我大部分 是立正和鞠躬的 当时我是主席 会长是韦基信 我和他合作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我不是说自己很好打 我亦都不喜欢用这些东西 不过有时旁心一定要 没错 我都很同意 我出了一张图 一张图 就是有抑闻的指线 就是这张 没错 就是当日人日社记就派这张线 如果 这张线不是抑闻派的 就是人日和社民连派的 就是抑闻是一个煽动的教主 当然 如果在选举策略 他们认为 叶普城和他们的票源差不多 而出一些文宣去攻击对家 我都认为无可投票 当然我自己觉得 这样就比较底壮一点 你已经集中说你有什麽好 你怎麽在议会拉布 甚至看出路退离警罪 甚至去攻击民建园有什麽不好 这样你可以这样做 我有些觉得不齿 但对于快必 他这件事我先回来 不单是姜哥和岑敌民 他见到岑敌民说 有义工朋友还在执行这些事 当时有叫Thomas的人 都在留言说 见到快必是专专向教主 急步走过来 然后把线向后大力扔出去 所以就扔进了一个不关事的女人 而他说快必是一定不知道 自己扔出去哪里 因为他一扔完那把线 就急急地走了 是完全没有看到自己的线 扔去哪里 他说快必是完全没有回头看的 没回头 是 但快必说到自己这麽应用去扔教主 他说如果快必真的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扔 他说你能出这条街 我可以跟你玩一下 他谈不知 那我就说快必说他光明正大 怎会是光明正大扔呢 就是你走过去 王文 是呀 吵架你 我吵你老母 就找这把煽动教主 一扔出来扔你 这些就叫光明正大 扔完之后 就学你们说了 不要走 要留在那里 比如说 爆立法会的玻璃 你们就说那群脱示威者 就走了 不留在那里被警察拉 要 说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负责任 那快必 你扔线 你是不是应该为自己 因为随时会闪着人的面 闪着眼也挺危险的 你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负责任 事先声明 扔完之后就站在那里 就说 是我扔的 你要报警 随便 而且还扔了一个 不关事的女士受伤 对不起 你是不是应该去道歉呢 你这些光明正大 不是的 你光明正大就不会这样走人 第一 这个完全不是 就是再说回这个 就是 陶军恒 你要帮围攻决决新闻 你应该在现场 你说人数多 人家三十几个人 你们再加上 就是围攻决新闻十几二十人 人数上最多二比一 人家周树峰 比你少许他口头任务的 中大学生会会长 只有几个人 都敢深入这个敌阵 走去和这个文远 和长毛辩论 和你整班 就是社民连辩论的时候 你陶军恒不敢和这班热血公民 面对面辩论 这样你连周树峰一个 比你笑他口头那样 笑他不想到 笑他不敢去中联办的人 都不如 去陶军恒 这样真的比 你们说周树峰废废 废过周树峰的人 是不是废财 那应该叫他废土 所以你的名字 说真陶军恒 我跟你有没有思愿 当日在社民连 马亚楚利事件 我都是支持你 但是近这两三年 你做的行为 说真是很令人不耻 包括你和快别 你们不需要这样做 有时快别 你口试他令你 是不是 你还想入右线 找黄阳达 挑剑 即不找你 我就是觉得 你做好你自己的东西 人家自然就找你 不要做那么多小动作 事后还说你自己光明 他正大 即是说真的 大家曾经去脱建文 我都觉得我这件事是怎么 你是不是搞错 对不对 这一节差不多 下一节就去继续讲一些七一的脱建文 想口齿凌厉 每天笑未言人 现在美国的Opalacis美白牙膠帮到你 由美国制造的齿托式美白牙膠成份 全容化简单 现在只需要每天一个小时 就可以令牙齿变得明亮和结白 那便不用经常在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里轻松的美白 现在在store.mihk.tv 已经有得买了